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來 民建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烈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些關於 47個漢奸案互相獨闊 互相指責的事件 在法庭上 基本上趙家營現在 是超級落力地去數大耀廷的壞事 督到他真的一動都沒有 說戴耀廷當自己是唯一的領導人 亦都說他自負 而且是不負責任 到底是怎樣不負責任 當然就要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接著再督灰 督一下督一下 不知為什麼 督周家成出來 接著就說周家成 基本上是要引黑暴去入議會 他甚至乎是用民意這兩個字 去威逼他們 麻煩你們這班老爺的 退下火線 是年輕人 他們想的 氣得趙家營死 趙家營還說 看到攬炒這些字眼 覺得很火滾 更加就說 他們屈了趙家營 在裡面後面的大台 到底趙家營是怎樣說的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正好 留言訂閱民潔紳士樂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犯暴派的違法初選案 在昨天的時間就繼續 認罪的其中一個被告趙家營 作公的時候就說 戴耀廷在2020年4月份開始發表了一些文章 裡面提及到攬炒和否決這個財政預算案等等的想法 但其實在他們那些叫做 犯暴派協調會上面 其實一直都沒有達到一些共識 這件事其實當時 在早前歐朗軒作公的時候 已經有這樣的說法 我也相信 是真的達不到一些共識 因為雖然他們犯暴派還是犯暴派 但其實有一班人都會知道 其實向中央宣戰是有什麼後果 是不是 所以達不到共識 不過達不到共識都沒有用 為什麼 趙家營 趙家營就形容戴耀廷 就好像預言家那樣在寫文 甚至乎他形容戴耀廷 好像是民主派 就是他們犯暴派 全香港唯一的一個領導人 他直接說達耀廷非常之自負 也是完全不負責任 所以搞到他們 現在真的叫攬炒 又不能做議員 終於成為這個階下之籌 趙家營也說 他第一次看到達耀廷 在文章用到那些字眼 看到都覺得很火滾 他也說他和民主動力成員 當時看過達耀廷發表的很多篇文章 他說相信不會同意承辦初選 趙家營就覺得 大耀廷在運用一些 叫做否決權 這個想法 基本上是傾向 他們本土抗爭派 即是那些叫做攬炒派的人 但是作為調解員的他 他認為當時 各方未達到共識 利用否決權等等的事眼 不應該出現在初稿之中 他說他自己是調解員 為什麼他可以調解到自己耳朵都掉了呢 他是不是真的運用到調解員的一些 應該要用的東西呢 他說到他自己好像很不激進 但是他事實上其實大家看到 2019、2020年其實趙家營是不是一點都不激進呢 那大家還有記憶的嘛 但是趙家營好像當自己不存在 當自己沒有記憶這樣 那主任官在法庭上展示 2020年4月20日刊登的一些 媒體上刊登的叫做戴耀廷寫的文章 就叫做香港攬炒大對決 其中提及到 民主派現在是密羅緊固 部署9月的立法會選舉 希望可以奪取一半以上的席位 如果可以成功的話 在這個再下一年的財政預算案裡面 就要否決它了 到時立法會就會被解散 特區政府也會停擺 他們民主派的策略就是要攬炒 去逼中共甚至乎特區政府 就到了反送中所提出的五大訴求 是讓步的 其實所謂的五大訴求 最終林鄭是讓步了的 那又怎樣呢 就是繼續五大訴求 是吧 趙家營就說 之前沒有看過這些文章 但是在調會上面 戴耀廷提出他和民間的一些什麼建議 即是說 用否決決言否決這個財政預算案 趙家營就說在這些會議裡面 有些人是很支持這些做法的 但是傳統的民主派 其實就是老硬的國班 就對這件事有點疑問 在討論的期間 戴耀廷發表了一些煽動的言論 就好像預言家那些文章 尤其是當中說到一些民主派 成功拿到過半數的立法會議席 就可以否決到 是做得到這個財政預算案等等 他說戴耀廷根本是未獲清楚和明確的授權 其實趙家營就說 趙家營現在第一次看到這些字眼 很火滾 看到也會生氣 嘩現在真的縮到 縮到 即是 喂 我看到 我都未到說 生氣這個字 是嗎 看到就看到 但是趙家營激動到 我看到也生氣 這樣 你可想而知趙家營是多裝 可想而知 其實趙家營是很努力地掙扎 不要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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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家營就說 在未有處理到所有人的共識下 戴耀廷就好像是全香港 泛民泛部派的唯一一個領導人 他表示民主派就會這樣做 趙家營就說 他的行為 即是戴耀廷的行為 是完全自負 不負責任 趙家營表明 如果他和民主動力的成員 看過戴耀廷發表的多篇文章的話 相信是不會同意承辦初選 你現在 你說你自己 如果知道你出生之後 是這樣的 你不出生都可以 是不是 整件事都發生了 你現在可以說 如果我知道是這樣的話 我不會做的 這樣 說真的 如果 我知道 我 打劫金譜 是會失敗的 你猜我會不會去打劫? 當然不會 但是 如果我 或者 不要說我 任何人知道 打劫金譜 他是會成功 而且不會被人抓 還可以慢慢地花錢 非常之風光 終於是長命百歲 毫無後果 你猜他做不做? 如果 他知道他會成功 當然會做 對吧? 沒有人 你明知道他成功 你不會不做 對不對? 所以其實 你覺得 當時那些反暴派 為何他們要搞這個35家違法初選呢? 你覺得他們是預了會失敗? 擺明 他們預了自己成功 當然 趙家賢說 如果我知道當時是這樣的話 我就不會做了 你覺得這句說話可不可信呢? 不好意思 即使他做了污點證人也好 Sorry 任何這些 國安法的犯人 或者叫做國安法的疑犯 他們所說的 任何一句說話 我會看 我會讀 我會吃花生 但是 我不會完全相信 所以你問我阿布泰事件 我就是這樣的想法 大家要明白 他們的本質 是反中亂港 他們本身的身份 是國安法的一個被告人 是 國安法的犯罪人 所以你說我會不會相信他們 賀鬧爺 當然不會 當然不會 大家明白 趙家賢強調 他們的初選初心 就是希望可以協調民主派 即是有人出來 可以拿到過半數的立法會議席 拿到主導權 推出一些利民慧港的政策 你猜他們可以嗎? 當然不行 同時令政府回應五大訴求 而不是戴耀廷的文章 要逼中共 要逼政府 作出一些讓步 他強調應該是透過議會架構 和現行制度去反映民意 第二 算了吧 現在你怎樣鬥 其實說真的 說真的 鬥不行 真的鬥不行 趙家賢就相信 大耀廷已經很躁動地 透過民主派去參選 他拿過半數的議席 就是要跟中央 要跟政府頂道行 趙家賢強調這些 不是民主動力多年來 想做協調的初心 這樣 李運行法官就運 文章所及到的策略 是否在協調裡沒有大陸共識 趙家賢就說 是的 因為當時有些民主派 傳統政黨有這些擔憂 法官亦問 當時是否好像不合比賽 慢慢拉鋸 趙家賢回應 很準確法官閣下 控方做了一份 新西協調會協調初稿 當中包括 會積極運用基本法的權力 否決這個財政預算案 問會議有沒有討論這件事 趙家賢就說 戴耀廷和民意 要求運用否決權力 令政府回應五大訴求等等 傳統泛民和一些本土抗爭派 就是在這件事上不斷拉鋸 趙家賢認為 戴耀廷當時偏向推動 就是用否決權力的方向 又說戴耀廷是傾向犯暴派 是暴派的寡辯 傾向抗爭 法官也說 初稿是用會積運用這些字眼 是不是反映到戴耀廷傾向本土抗爭派 趙家賢說 如果對於運用否決權有保留 要釐清一些正統的關注 初稿這些字眼等等 基本上未達成共識 不過我想 其實戴耀廷是偏向暴派多些 我相信大家都同意 好了 講一講一講 講到另一件事 講一講一講 就說 他去到當時開會的時候 用電腦做一些區議會的事 接著在會議裡 無緣無故有起控 就說有些不知什麼的討論 討論一下 究竟起用什麼呢 有沒有什麼積極的討論 有人講到民主動力的時候 就豎起而聽了 他說 會議上有些本土派的人 覺得民主動力就是泛民的大台 咦? 想側的吃死貓 接著就說 認為民主動力不應該參與協調和初選 趙家賢說 他當時有回應 不過忘記回應了什麼 相信是大件事 如果不是 他不會忘記的 對不對 這個是新東協調會 根據他們的一些紀錄 就說 立會上有人講到 共同綱領原則 一定要否決這個預算案 迫使立法會解散等等 政府解散等等 然後也說過 任期可能要做七個月 這句說話是誰說的呢 趙家賢就說 這句說話是戴耀廷說的 戴耀廷說 他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初選之後再進去立法會 做立法會議員 他們可能任期只有七個月 為甚麼呢 就說有一些人是抗爭派 就問 看過戴耀廷寫過的攬炒的定義和時間 很支持你 戴耀廷用一些較溫和的文章 那些字眼 說那些要點 又說怎樣用這個基本法等 戴耀廷說 其實用基本法的權力去否決財政預算 才是籌碼 才可以跟中共去做談判 所以認為 國人即使當選了都好 任期只有七個月 為甚麼 因為在當選 跟著上任之後七個月 就應該是要批核這個財政預算 到底過還是不過 而他們如果全部都不過的話 政府就可能啟動某些程序 甚至乎要解散立法會 所以他們整個程序 run完出來之後 可能任期只得七個月 除此之外 戴耀廷也提到 如果各個人都達到一些協議 無論是舉辦初選 或舉辦民意調查 都要有一些共同光影 所以他協助負責草議一些東西 大約廷也提倡要 否決預算案等等 KK那些東西 有些傳統的泛民政黨 有人說 喂 難道建醫院建學校 為病人增加撥款等等 這些都反對? 不是吧? 趙家仁形容當時有些火花 周家成強烈批評那些 傳統泛民的疑慮 為甚麼呢? 因為周家成 認為民意是要抗爭派 是要暴派暴徒那些人進入議會裡面 再用所有的方法 逼政府去回應五大訴求 所以周家成認為 那些字眼應該要用得更加激進 一個這麼激進 好像很懂得民意的周家成 最終他選贏了還是選輸了呢? 好像選輸了 OK 我記得他好像有選過區議會那些 那贏完輸呢? 比紫維BB還差 OK 紫維BB 他一下子就不小心 趙家仁一下子就不小心 把周家成都解釋出來 OK 都真是挺搞笑的 都真是挺搞笑的 都沒有了 他們這些犯暴派人物應該是 很久了 當然趙家仁可以減多少刑呢? 這些我們就不知道 不過 你說我信不信趙家仁 在未來日子都沒有 什麼愛國愛港 你不用我信 我想沒有人會信 我想沒有人會信 大家要記住 他們本身出發點 這些人 即是轉了做污點證人 可能說了一些大家想知道的事 或者說了一些大家對聽的事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他們本質上面 是一個什麼的人 在這個現在法庭裏面 他們的身份是什麼 不要忘記 我再說一次 你給我 我是不會信這些人 OK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可留言 訂閱民潔紳士樂頻道 記得按鈴鐺 真的選了全部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